位於橫陽路和博愛路交界處 擁有七層樓高度的這棟建築 在日治時代城市台北市民購物天堂和社交中心 可說是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百貨公司 擁有第一座提供給大眾使用的電梯 台北市文化局2017年公告列為歷史建築 現在由建設業者經營 利用空間就址承設當年歷史遺物 舉辦守護城中在線菊原特展 那這邊是總體的一個論述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裡提出了一些行動的倡議 我們希望透過原址來進行展覽的一個過程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在職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能夠更展現出來 所以裡面有非常多 這個但都是副本 就是我們把那個正本 我們不太能夠直接 暴露在這個空氣下面 所以透過副本的一個方式 去展現出當時的一些 一些影像或甚至是一些文獻 讓這個來參觀的觀眾可以理解一下 當時1932年影像的所有的一個 這個歷史的一個想像 那這裡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其實是透過歷史資源經理協會 邱如花老師帶領很多的朋友一起來完成的一個前期研究的一個規劃 這個也是從2017年就是被被市政府列為這個古蹟 這個歷史建物 對不起還不是古蹟 歷史建物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考察 其實都在這樣的一個史料裡面能夠把它展現出來 那從早期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那個模型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文獻的資料都在這個展台上面希望能夠用簡單明瞭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 當時的李火箴的一個攝影 就對於這個局員這個地方的一個攝影 然後再透過這個潘興華建築師的一個模型的一個製造 我們重新去展現出整個局員當時的一個建築的一個樣態 但是不是到100%這件事情沒有人敢保證 但是我們盡量的能夠從歷史的攝影圖像裡面去展現出來 這一種經由即時攝影而呈現出來的一個立體化的一個造型 那剛才其實大家很多長官支持的時候都有談到 在這個我們看到龍丁跟金丁通的交叉口 其實是全台灣第一個紅綠燈 那時候還是人為的操作 就是要哪一邊通行的時候還是人為的一個操作 那在這邊有七重篇的一個建築裡面也有全台灣第一個流龍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電梯的一個概念 台北市長蔣萬安帶領主辦單位與相關人士喬開清酒 象徵系列活動熱烈展開開啟局員百貨的新篇章 透過發展歷程建物保留模擬當年建築等重現 帶領民眾認識這座曾經繁榮一時的摩登百貨 而且也因為當時有七層樓之高 所以有七重天的美名 那室內也有第一座供大眾使用的電梯 所以總統這些其實在當時象徵著台北市的繁華及繁榮 也跟台南林百貨高雄的吉井百貨 稱為全台灣的三大百貨公司 而局員百貨其實不只是坐落在老城東區 這麼繁華交通繁忙的要道 而更重要的是他見證台北市這座城市 整體都市發展以及商業的擁容 也承載很多過去甚至老一輩市民朋友 他們的共同記憶 那當然在2017年台北市政文化局 我們正式公告登附為歷史建築 賦予圓百貨歷史的意義及新的價值 台北市我們總共有500多處的文化資產 是全台灣文化資產數最多的城市 也是我們投入最多人力 資源 經費 在進行文化資產保存活化以及修復的工作 所以台北市我們會投入相當的資源 讓你持續的來進行各種文化資產的保存 修復以及活化 我想這是我們的責任 也是我們的使命 另外它裡面有很多很好的商品 所以看起來是當時非常非常時髦的一個 購物的據點 同時也是那時候城中地區的一個 應該算是地標了 當然經過這個九十幾年來 剛剛有跟人談過說 這個產權已經經過一手很多次了 但當然後來是在我們國際建設的手上 那這麼多的轉手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見證說 這麼多年來台灣的商場的 跟城市發展的變遷的一個過程 這個我們可以起碼慢慢去追求 我想也因為它這個是有歷史時代的一個 紀念價值的建築物 所以在應該是2017年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就把燈霧給一個 歷史建築物把它撲起來 現在是歷史建築物 那這個建築物其實應該是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年以前 很多有心的可能是工作者或是民眾 對這個局面買貨是有相當大的一個關注 當然希望把局面買貨這樣的文化資產留下來 那當然經過一段時間的這個討論之後呢 我們覺得廣大民眾對這樣的 原百貨的歷史建築物的長期的期待 那我覺得就重啟了我們國際建設 對這樣的建築物喚醒它歷史的一個責任 我想這是我們的國際建設的一個責任 特展除了現場展覽內容 期間也會舉辦多場講座和互動走讀 邀請民眾共同見證這段珍貴的歷史記憶 也透過記憶徵集活動 蒐集各界有關局員的資料 累積未來修復再利用的能量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